Hello,大家好,我是阿姨妹 現在是凌晨3點半,我叫我爸起床 等一下 爸 你早 好 給我 他們都還沒起來 我們現在來到了碼頭這裡 但是今天那潮水有點低啊 退的 我爸在考慮 這船能不能開得出去 其實等一下要等一會等 等水再漲一點點 然後就可以塌床了 現在目測的情況應該是開不來的 到了 到了 到出到來已經天亮了 然後今天沒什麼日出 你看那個日出 這一瓶就 沒那麼亮 這幾天是水頭了 這幾天是水頭的 有點厚對吧 這幾天是水頭了 有點貨的吧 昨天抓了十幾隻蝦 然後我沒出來就 蝦皮多的 這個龍的收穫都比之前 它兩次出來了好 那兩次出來 其八個網籠都沒有這種收穫 來 翻過來這邊 分類一下 我們先把小魚給放一下 這個那麼大就長不大的 這個是那麼大 這個那麼大基本上就是這麼大的 這個是龍蜜 第二個網籠 這邊還沒開走 我們先把這個放在身上 這是第一個網籠 這是第二個網籠 這個小魚把它放在身上 好 選龍蜜 還有蝦 騎完了這兩種 然後他放我的去看誰 然後去騎 騎他的 老仔 好久沒看見 沒看到了 還看不出來 然後這 之前那幾次 後來騎那個網 我說太少了 你覺得還不錯 蝦挺多的 蝦都 大小的差不多 發財蟹 最近發財蟹比較少 看了 昨天抓了13斤 現在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有多少 沒有 還沒選擇 第三個龍蜜要到了 然後把整個人看起來 然後把整個人看起來 把整個人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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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整個人看起來 第一次龍蜜要起了 一個 我去第一次龍蜜 然後我第一次 第二個網路 但是我都還沒掃給它 就要 起龍蜜 了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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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蝦好多 基本上都是蝦 到第5个笼了 第5个笼有一个大笼线 今天的蝦基本上都是泥虾 一楼笼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泥笼虾 泥笼虾会躺的 一楼小 一楼小 一楼不放了 但是 要这样主要的汤它就不会汤了 这是第5个笼 这个阿基 冷烫拿上阿根 有螃蟹生分辣螃蟹生 然后先把小鱼攒放了 这里有一颗狗虾 这个狗虾也是很值钱的 不过数量比较少 还有一点螺蟹笼 这螺蟹也是很快的螺蟹笼哦 好开心 不开心 这就是什么 都是鱼仔 这种鱼仔跟鱼盛的那种品种是不一样的 但是都是通常来鱼仔 这种鱼仔包装的特别甜 就包那个药材它特别好吃 你看这些虾好漂亮 大小的差不多了 一楼了吧 哎呀又到六个了 发财我发财 哇好多发财票 我说最近少了 然后看到我层都有全 先把这些小鱼放进去 这里有一条鬼婆 这个鬼婆这么大是可以要的 在外面卖的话也是差不多这么大的 这个蒸了或者煎了或者包装 都是超级好多的 我们这边刮的比较少这个鬼婆 这个水婆一伤水的很快 可以啊 可以啊 这个人的话也不一样 刀给六个网 刀给六个网 看起来六个小的刀比较少 这是最后一个网 我现在也有点满意的 我会放下来 这才是什么鬼婆 我会放下来 我会放下来 这才是什么鬼婆婆 我不能拍下来 然后我会放下来 这才是什么鬼婆婆 鑶子牛肉的鬼婆婆 就能拍下来 我会放下来 我会放下来 好鬼婆婆 这才是什么鬼婆婆 这个鬼婆婆 还放下来 我会放下来 我会放下来 把盖尔鲫 哇好看 这是养肉 这个是什么 这是牛尾 不过这个牛尾已经吃掉了 把这些小米山前放了 这都是尖头宰的 先把这些帮 我爸打电话给那个周虾的阿姨 哇这个虾超级大 这鞋 大虾 现在回大河 可以把他吃了 他吃了 好 好 好 猪虾 现在回大城里拿撤鱼 然后我们到这大城里 按虾一股 按今天这虾一股多的 哇 我都停不起来 这起码有十字打 现在去卖了 现在去卖了 现在去卖了一股 把那些白虾拆卖好了 乖 这些是白虾 这些是白虾 这些白虾是不收的 这些白虾是不收的 这个是白虾 你看白虾是比泥虾还白一点 泥虾的颜色是深一点 这个收鲜的阿婆也来收虾的 他回家太迟了 他回家太迟了 小孩过来 多钱 8斤泥虾 然后加上这个白虾 应该有二几多斤 挺多的 这个白虾 我们拿回去散一下 现在回到了码头了 哇 哇 好重 稍微大 这个好重 叶沿埋一点 分分合作 准备猪虾 猪虾来菜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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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大多的 放点 放点盐 好 好 好 盖上盖子就可以了 差不多可以了 所以拿个懒子过来把它撑出来 趁着这两盆好平气 赶紧把它撒干了 这期的气瓶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记得很重要 拜拜 大家好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摊土这边 然后表姐不准备带我见识一下 那个沙虫洞 先找一下有没有沙虫的孔 这有一个 怎么看了 看它上面有一个眼 旁边还有一个眼 周围有一点 那个脚印是吧 对啊 那很近 这条已经跑进去了 刚才你看 那个水冻了一下 水冻一下 就是我们影响了它跑进去 你影响它 它怕了 跑进去就挖不出来了 这种 然后再找另一个了 那个已经跑了 然后我们现在再找其他的 我们现在就要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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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 我看到了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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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看到了 又跑了 我发现了一条跳跳驴在这里 没命了 还有生命的 骨头尾巴要命的 还有一点点命的 放了吧 太瘦了 放深一点 它还会动的 我在这里捡到了一个河上馅 这个可以吃的 甘甜甘甜的 可以煲汤 还是煲粥也可以的 装进去了 这是要算 动作要算 我看到了 就在里面 我刚看到了 嗯 对啊 很小 很小 这也有一个 这也有一个 今天我全程跟羊姐夫过来去 学习的 那有一条吗 哇 这条好大 出货 这算大了 对啊 我们玩了很久了 我们玩了很久了 好的 好了嗎 跑了 跑很深了 好了那就下一个吧 打了这个 看他的眼 这块离其他沙虫 所以说明这个沙虫 跑的方向 从这里 从这里挖下去 一直往这边 谢谢 挖了个螃蟹出来 没有啊 没有 对啊 是我挖的机器 对 前面介绍一个问题 大腰掐得挖得要不高 先弄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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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手弄你了 你来吧 你来吧 你挖了 你挖不出来啊 跑得很快 看一下这个行李 我们挖的坑坑挖挖 一路在那边挖过来的 挖了好久 挖这几条 不够一斤 这个很补的市场卖大概一两百左右一斤哦 不过我有一点怕这个我连吃都不敢吃 只是我想学习一下怎么挖的就跟我表姐扶过来了 这个包粥很甜的 这个包粥之前要把那些里面的泥挑出来洗干净 然后才可以包粥 这个配料的话用一些螃蟹啊或者虾啊瘦肉啊这些都可以的 想放什么就放什么 特别甜的这个听别人说的 但是我没吃过不敢吃 看那边也有红树林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过来自己拌石头挖螃蟹 今天的草蜕挺干的 连那个岛都看出来 之前我不敢过来这边 跟我表姐扶过来我才敢 因为一个人的话有点飞气 所以我表姐不是这边的人 他比较熟悉这边的水位方向 要有一条要有一条 要扯出来 这碰了一下伤了 这些这么小 就是刚才尝到了是吧 今天捡的不多就这几条 然后现在准备差不多要长潮了 我们准备回家了 海洋也下山了 下次再来 现在我们回家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沙虫是怎么洗的 我也没见过 我连吃都没漆过 要搬过来 要翻过来 才能洗干净 你看这些 好多这些脚印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看着我就想挖一下 里面到底有什么 哦就是这种 哦挖死了一个 我的良心 我一直去了 挖出来先 哦那都被我挖死了 我先来再拿一个 你看 这种 沙马吧应该是 哦就是沙马 迷你新的沙马 就是这个 它长大了很大的 包酒就最好 最甜 回到了表姐夫的家 然后她在这里 叫我翻这个沙门 就是杀虫 蚯蚓 蚯蚓 杀蚓的 他们说是杀蚓 我们一般都是叫杀虫的 红色这个篮子的这些 已经翻好了的 然后那些 没有翻的 对比一下 灌穿两头 就可以了 然后翻出来的水 是这种红色的 我们是用清水来翻的 把它那些泥 弄干净了 就成这样子了 那之前抓的 那个很大一条的 沙虫 穿出那些泥 就成了这样子了 翻沙虫 手法不要拿太紧 拿太紧的话 就会容易 就是储存那些 沙子在里面 就会变硬的 硬了就不好翻了 这些翻好的沙虫 在市场卖 卖180左右一斤了 翻沙虫要轻轻地拿 这样一顶 一半就翻出来了 这个包粥 一般用什么包的 这个煮粥很好吃 煮汤煮粥都很好吃 煮汤也可以 是呀 沙虫很高营养的 我听说蛋白质很高的 嗯蛋白很高 但是我看起来好怕呀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一门也记得我们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